文章来源红星新闻 红星资本局7月10日消息 今日有两名普华永道上海所员工告诉红星资本局 自己被普华永道上海所通知要放职业间歇假career break 一位审计组员工表示 自己已被通知将放120小时的职业间歇假 假期期间发放20%工资 据其讲述除了普通员工经理级别也是一样 另一位普华永道上海所员工表示 金融组的同事被通知放职业间歇假 其他组也有这个计划 但还没开始 早前有传言称 普华永道上海所通知了全体员工放职业间歇假 期间发放20%薪资 具体时间为7月至8月 不少于15天 据上述员工所说 普华永道有放职业间歇假的习惯 但以往都是员工自己申请 用来准备职业证书考试等 由公司主动通知员工放职业间歇假的情况很少见 7月10日 红星资本局向普华永道上海所方面求证此事 截至发稿 暂未获得回复 此外 一位普华永道北京所的员工 也向红星资本局表示 其所在的风险咨询部门 也被通知了放职业间歇假 他提到 此前没有项目做时 就会放职业间歇假 红星资本局不完全统计 自3月中旬 普华永道陷入恒大地产财务造假风波 至7月3日 普华永道亚太及中国区换帅 已有超过30余家上市公司 结束与普华永道合作 7月4日 普华永道再丢两单 杭州银行600926上海 和信达地产600657上海 也宣布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从普华永道 变为安永华民会计师事务所 7月5日 阿里巴巴集团 09988香港公告披露 与普华永道续约 阿里巴巴股东大会的 一份议案显示 批准和核准委聘 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和罗宾携永道 会计师事务所 分别为公司 截至2025年3月31日 指财务年度的 美国和香港独立注册 会计师事务所 任期直至公司 下届年度股东大会 结束为止 就在普华永道上海 所传出放假消息的同时 又有市场消息称 广州的普华永道要关闭 所有人N加1 7天内离职 据南斗 湾财社报道 普华永道回应称 广州分锁并未关锁 由于外部客观情况的变化 根据市场需求 相应优化了组织架构 可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